新一届基隆市议会召开第20届第12次临时会预备会 并且预定将在2月23号开始举行第一次临时会 市议员郑文庭提案关心市政府的GoGoro政策 市议员陈冠宇提案关心基隆各区儿童邮拒被拆除 以及市议员张耿辉关心四阶新建案 市议员许瑞慈关心长照服务涵盖率评比最后一名 和市议员吕美玲提案重视日照系统以及据点够不够的问题 另外市议员郭美秀和张浩瀚则是关切邮轮预定 三月重回基隆港经营等问题 市议员林佩祥关心成绩转运站工程 以及是否预留捷运轨道的问题 另外市议员郑凯玲提出关心大五轮森林运动公园后续等 各项重大市政问题 要求谢国梁市长和市政府相关局处官员提出相关报告 我想今天是我们第二十届议员 就是我跟杨秀玉副议长第一次主持这个临时会的预备会 那准备是进入这个2月23号要进入第一次 二十届第一次的临时会 那我想非常多的议员 不管民进党国民党各党派都提出非常好的建议跟议案 我想包含这个新山水库最近有缺水的问题 那包含我们现在邮轮要准备来上路 那市政府就定位了没 另外由于基隆市政府新上任的优秀局处首长非常多 因此议会也要求每位局处首长在市议会开会时 正式用PowerPoint投影片简报软体自我介绍 并且提出各局处未来施政的愿景 让议员以及市民朋友们可以更加认识了解 市政府团队就定位之后未来的施政方向和作为 那包含局处首长 我们这一次的报告事项因为比较特别 第一次是二十届的第一次 那我们也有非常多的新科议员来参与 所以我们特别邀请局处长 所有的局处长在第一次的报告事项来做自我介绍 跟局处的愿景跟局处的执掌 让议员还有民众都可以非常清楚 未来我们新市府团队在就定位之后 每一个单位努力的方向 那我想这是对市民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期盼 那我们接下来会好好进行议会监督的工作 议长佟子委也强调将和副议长杨秀玉合作 继续带领市议会监督市政府 做好各项市政建设 让基隆市的发展继续向前冲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